大家好,我是小韩,欢迎来到明寒时宜 猪肉是我们餐桌上常吃的一道肉类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是蛋白质、维生素的主要来源 很容易被人体吸收 所以,平时都应该多吃些猪肉 对身体有很多的好处 尤其是正在长身体的小孩子 那平时,我们在炒家常瘦肉的时候 都是直接下锅炒 这样炒出来的瘦肉吃起来腥味比较重 而且比较老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炒瘦肉的小技巧 炒出来的瘦肉吃起来不腥不柴 非常的开胃下饭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准备一块瘦肉切成薄片 猪肉的做法可谓是花样百出 不管哪种做法 尤其是在宴席上 都深受人们的喜欢 再逆着纹路把它切成丝 这样可以将纤维切断 在烹饪中呢 肉纤维收缩 不会让肉质过老 吃起来更好吃 切好后,装入碗中 接着,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 切成葱段 装入碗中 再准备一个生姜 切成薄片 再切成细丝 装入葱段的碗中 碗里面加入适量的温开水 下手把它抓一抓 抓出葱姜汁 多抓一会儿 这样可以使葱姜的营养更好的激发出来 然后将抓出来的葱姜汁少量多次的倒入肉丝中 顺着一个方向抓拌均匀 使肉丝吸足足够的水分 葱姜汁不仅可以去除肉腥味 还是天然的嫩肉剂 平时,不管在腌制什么肉类 都可以用葱姜汁来代替料酒 能很好地达到去腥增香的作用 再往里面加适量的胡椒粉 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抓拌均匀 使肉丝入点底味 在腌制的过程中 一定不要加盐来腌制 加盐会使肉质变柴 跟着往里面倒入一个蛋清 抓拌均匀 加蛋清呢 可以形成一种保护膜 使肉丝吃起来更加滑嫩 顺着一个方向 多抓拌一会儿 使蛋清彻底溶入肉丝中 最后,往里面加一勺油 油可以锁住肉丝的水分 还可以使肉丝不粘连在一起 像这样,放在一旁腌制着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把草芽 相信很多朋友对于草芽都比较陌生 这是当地最为名贵的一种人工栽培的蔬菜 又名象牙菜,生长在水里 它的营养非常的高 可以用它来速炒,炒肉,炖排骨 不管怎么做都非常的好吃 在选择草芽的时候 尽量选择这种看起来比较暗黄的 不要选择比较白白净净的 那种草芽,有可能是浸泡过药水的 先把草芽处理一下 放入大碗中 加入没过草芽的清水 往里面加适量的盐 盐可以起到消毒和杀菌的作用 适量的小苏打 晃动一下,使盐和小苏打融化 小苏打的去污能力很强 可以很好地去除草芽上残留的污渍 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 跟着准备几个洗干净的青辣椒条 斜刀切成片 辣椒籽不用去掉 切好装入盘中 再准备一个红椒切小 切好后和辣椒放在一起 跟着准备一颗大葱切成片 生姜切成片 大蒜切成片 全部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10分钟后,我们将浸泡好的草芽 用流动水冲洗干净 放到菜板上 再把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切好后,放入盘中 锅烧热,放适量的猪油 把猪油炒至化开 然后把肉丝倒进去 快速地翻炒至肉丝变色 盛出来了 盛出来,装入盘中备用 锅中继续倒少许油 把葱姜蒜片倒进去 翻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后,把辣椒倒进去 翻炒至辣椒断生 跟着,把草芽倒进去 大火翻炒一分钟 观众朋友们,视频看到这儿了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帮忙转发一下吧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非常地感谢 一分钟后,把炒好的肉丝倒进去 翻炒均匀 再顺着锅边,加一勺生抽 炒出香味 撒少许的盐 翻炒均匀 炒至肉丝配菜入味 像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装入盘中,美味继承 非常美味的肉丝草芽就做好了 真的好香啊,看起来就很下饭 肉丝吃起来不腥不柴 草芽吃起来脆脆的 太好吃,太有食欲了 而且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多吃一些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家常菜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我是小韩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